Yoh hello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今天我們要帶來的開箱是 海賊王Brotherhood 兄弟之行系列的魯夫跟艾斯 本次一套的入手價是台幣1750元 這跟當年一隻330元的銅板價比起來大約漲了三倍 目前兄弟之情系列也出到了第三彈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開箱影片喔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這組初代Brotherhood從2011年發售到現在也過了快9年了 回想起當年還是學生的時候 連一隻330元的公仔都買不下手 現在也算是完成了以前一個微不足道的夢想 以整體的做工而言 我覺得完勝之後出了第二代跟第三代 很難想像快10年前的精品還能有這麼好的表現 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一幕真的太經典了 導致後面的作品真的很難超越 在魯夫的頭雕方面 我覺得眼睛的墨線有點做得太重了 看起來有一點像熊貓眼 而且面相稍微有點角度限定 另外就是在草帽的部分 少了八旗留下的三道抓痕 在身體的部分 塗裝還有細節都有不錯的表現 沒有感覺到任何的塑膠感 最吸睛的就是地台上的火焰跟煙霧特效做得真的非常的細思 這點我很喜歡 老實說之後出的兩代BROADERHOOD 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地台的做工了 在艾絲方面 因為身上有大量的火焰特效 所以在細節跟觀賞性方面都是遠遠超過魯夫的 而且火焰不只使用了透明特效件 還有做出橘紅色的漸層感 以精品而言這真的是非常的大方 在面相方面艾絲則露出一貫的招牌笑容 只是額頭上的那一撮頭髮 真的看起來有點像Michael Jackson 另外就是在褲子的泳色上 有配合周遭的火焰做出火光的效果 這點真的非常用心 唯一我比較納悶的就是 魯夫跟艾絲的地台設計上 居然是不對稱的 但綜合來說這組真的是非常值得收藏 而且我覺得在設計上 也比同一幕的POP版本還要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今天影片的朋友 也別忘了按下小鈴鐺並訂閱我喔 還有記得把影片看到最後唷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